我是Sabrina 这次我为大家介绍的是 名词、代名词、冠词跟介细词的部分 Sabrina希望这次对你们会有所帮助哦 这个单元我们要来介绍名词 名词 什么是名词啊 名词啊就是你平常所看到的东西 他又给了他一个名字 我们叫做名词 名词 OK举例来说 Dress 洋装 洋装你可不可以看得到它呢 可以对不对 那可不可以摸得到它呢 也可以 所以呢 Dress 洋装 我们就是一个名字给了它 所以我们叫做名词 Rubbit 小白兔 你看你是不是看到这个东西之后你就知道它叫做Rubbit 所以你有没有给它一个名字啊 有 就是小白兔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叫做名词 名词 Apple Apple 苹果 你有没有看到 可不可以看得到它 可以对不对 那可不可以摸得到它呢 也可以 所以Apple 苹果是不是 这个东西给了它一个名字 所以这个就叫做名词 那像这个 Book Book 书 书 可不可以看得到它呢 可以 可不可以摸得到它呢 可以 那可不可以看得到它呢 可以 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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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看得到它 可不可以摸得到它 可以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叫做 名词没有错 OK 接下来 你看Mouth Mouth 嘴巴 我们的嘴巴 你可不可以看得到它 可以 那可不可以摸得到它呢 也可以 所以啊 是不是你有一个名字给了它 所以这个叫做名词 那你们来看 SWIM SWIM 游泳 游泳它并不是名词哦 为什么 你看游泳你是不是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给了它 所以啊 它叫做动词 动作 动动动 你一直在动 所以我们叫做动词 而并不是名词 RUN RUN 跑步 那跑步是什么词啊 哦 你看RUN RUN 它是不是一个动作呢 所以它是动词 是不是名词呢 不是名词哦 所以这个要很小心哦 那下来看 这个东西 COLD COLD 好冷哦 COLD 它是不是名词啊 嗯嗯 你看 当你很冷的时候 你是在形容 你很冷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是叫名词 它叫做形容词 形容词 形容 你很冷 你很冷 叫COLD COLD 所以这个是形容词 而并不是叫做名词 再看这个 SAD SAD 好伤心哦 好伤心 是什么词呢 是不是名词啊 好伤心耶 你在形容 SABRINA 好伤心 SAD 哦哦 它并不是叫名词 它是形容 SABRINA 很伤心 所以它叫做形容词 所以呢 你們 接下來有沒有比較清楚 什么叫做名词呢 名词啊 就是你看得到 你摸得到 这个东西 给了它一个名称 我们叫做名词 名词 那名词呢 SABRINA 在这里 有分三个大单元 要来跟你们解释 那三个大单元啊 第一个就是 普通名词 普通名词 普通普通 就是普普通通的东西啊 像椅子 是不是你常看得到的东西 像桌子 是不是你常看得到的东西啊 点的 所以平常我们看到的东西 我们称为普通名词 过来就是 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 那什么是专有名词啊 哦 专门给这个人 或者是这个东西 或者是这个建筑物的一个名称 我们叫做专有名词 然后集合名词 集合名词 集合名词 集合名词啊 就是有一群人 或者是 一群什么什么东西 集合在一起 我们称为集合名词 那Sabrina会一一的来为您介绍 每一个要是怎么样子来用它 好